为了呼喊着谁 新婚三个月 85后新娘离奇淹死 真相忽硕迷离 死者生前手机中的神秘短信 究竟能否解开谜团 观众老娘就痛心疾首 惨剧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 这个你想过吧 很多事情 作为一个男人 你晚上你睡得着觉吧 我们今天在电视台所说的话 天在看人在做 上海米航区的某一个渡口 一直有一个孤独的身影 在岸边徘徊 他时而向着茫茫江水 大声呼喊 时而坐在岸边低头哭泣 仿佛是在祈求上天 能够归还她被夺走的一切 她是一个尸毒母亲 她唯一的女儿 正是在这个渡口不幸允命 而女儿离开人世的那天 她才刚刚过完自己26岁的生日 如今任凭母亲一生生撕心裂肺的呼喊 却婴娘两个再也无法与女儿相见 而在女儿去世一个月之后 母亲马女士向我们栏目组求助 要求揭露女儿死亡背后的女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年轻女孩究竟为何会命丧黄古江呢 当在全上海人的面前 向我女儿道歉 向她忏悔 向我对不起 向我说对不起 一定要向我女儿忏悔 发自内心的 我辛辛苦苦 把我女儿养育成人养育到26年 结婚三个月就没了 我今后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现在快要死掉了 我就是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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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切的希望就是我的女儿 我女儿没了 我今后怎么生苦 我不知道 马女士认为 女儿才结婚三个月 居然连命都丢了 一切都是女婿造成的 而王先生在一旁 一语不发 默默地走上场 女婿这样的态度 让马女士怒火中烧 顿时与女婿爆发起了争吵 而陪同王先生一起来的姐姐 也上前帮枪 当面一度失控 我怎么考虑啊 我就是你 就是你造成 你叫你姐姐结婚 结婚的 都是她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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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是小 小女人 又是姐姐又是女 又是姐姐又是女 就是你要叫她结婚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过错 我们好不容易把双方劝开 调解在这里开始 那么马女士为何会认定 女婿是害死她女儿的兴手呢 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呢 家常里短不用愁 都来找我们老娘舅 各位好 欢迎您指示收看 每晚播出的新老娘舅节目 本节目是由娱乐频道 和上海市司法局共同主办 我们的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 而签署的调解协议 具有法律效力 那么今天到现场来进行调解的是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上海市人大代表 白万青白阿姨 欢迎您 而打电话来向我们求助的是 马女士 问问看马女士 找到我们是有什么事 想要解决 我今天来想通过你们电视台 我想知道 我女儿跟我女婿结婚三个月 婚前很好 三个月以后 为什么我女儿 我女婿逼我女儿离婚 导致我女儿掉了黄埔江 我想通过你们的节目 叫我的女婿 当做电视台的面 向我的女儿忏悔 向我道歉 我唯一的女儿 是我唯一的希望 我养了她26年 她这样走了 我进屋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老子现在是空 我女儿走了快两个月了 我这一段时间过得生不如死的生活 我觉得要疯了 只要一提到女儿的死 马女士就哭成个泪人 而她一再强调 新婚女儿的死是女婿造成的 对此同样是失去爱人的女婿王先生又会如何应对岳母的指控呢 妻子的死究竟跟她有没有关系呢 她在她前夫家里面也有过这种自杀过 原来王先生的妻子虽然年仅26岁 却已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原因 而王先生一上场就称 妻子以前就有过自杀行为 她究竟是想暗示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的呢 就是她火化那天 她前夫大家的公共婆婆带着小孩来的 然后她的亲生父亲问他们那家人 当初他们结婚为什么会离婚 问得清清楚楚的 是什么原因离婚 就是因为也是为了钱上面的事情 然后为了钱嘛 那小伙子们她说也不开心嘛 出去开始完了 然后弄到最后两个人就离婚了 她有过自杀 也有自杀行为 对 是具体什么行为 就是说爬到那个长江里面 那天是她自己出去带着小孩 然后她公共是跟在她后面的 没有跳下去 她已经爬下去了 爬到哪里 长江里面 爬到长江里面 对对对 还是桥上还是哪里 长江下面 就是说我们那边是 那边是靠长江 靠那个崇明那边靠长江嘛 然后她自己坐车 坐到南门那个码头那边 码头那边那个长江下面 都是那种景观的嘛 可以下去的 她就已经下去了 就是水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她公共说 她是公共是把她拉上来的 那时候为什么自杀 没有这回事 为什么 那时候我女儿带着她的女儿 我女儿就是叫她回来嘛 叫她前夫回来 她不回来 我女儿就打电话 你不回来 我就带着宝宝一起跳江 就是这个话 想叫她回来 其实她公共在旁边 没有自杀 没有自动现象 马女士一口否定 女儿曾经最杀 那么这一次 女儿离奇死亡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会让一个26岁的年轻女孩 付出了生命呢 下班以后 11点钟的时候 我女儿跟三个同事 那天过生日 3月27号她过生日 她取了100块钱 跟三个同事 一起去吃饭的 吃好饭以后呢 三个同事讲 到她家去睡 我女儿说 我不要不要 你走吧 我今天到朋友家睡 她说我朋友住哪里 住哪里 后来那个同事 还送到他楼底下呢 看着他上楼 然后同事走了 走了以后呢 我女儿不晓得 怎么到了江边 而且那边 住的地方 那个江边只有 码头只有500米距离 3月27日晚 马女士的女儿 和几个同事 一起吃饭 为自己庆生 而当聚会结束之后 女儿居然没有回家 却来到了离朋友家 不远的一处码头 最终香消玉云 而在场外采访时 马女士也带我们 来到了事发地点 深惊半夜 女孩不回家 是独自跑到码头上来干嘛呢 而随后 马女士称 女儿的死有蹊跷 1点33分到的码头 2点59分跳下去 1点多钟的时候 跟你1点 通20几分电话 在干什么 20几分电话 还后来又三分多 四分多电话 也跟你姐姐通过电话 所以1点多钟 到2点多钟之间 你们在干什么 通什么 马女士称 女儿凌晨1点多 来到码头 远到快3点的时候 才落入江中 这当中 有一个多小时 曾与帐户打过 数十通的电话 那么他们在电话里 究竟说了什么呢 而女儿最终命丧黄浦江 跟这数十通电话 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呢 夏日肌肤 只清爽 当然不够 多分清爽水润沐浴乳 六分清爽 四分水润 令夏日肌肤 清爽更水润 多分清爽水润沐浴系列 能跟我们拿点巧克力吗 快到碗里来 你才到碗里去 香浓牛奶巧克力 M&M's 妙趣挡不住 就不能找个大点的碗吗 每天我都无忧无虑 秘诀是选对方法 让烦恼一去不回 去蟹也要选对方法 海菲丝 有效 持续 看鸡头蟹 去蟹实力派 当然海菲丝 夏天 肌肤也要喝饱水 欧雷美肌清爽沐浴露 融入欧雷美肌保湿精华 清爽一冲洗 水润肌肤 给我烹烹水嫩鸡 全新欧雷 无尽让我都不要 两次的地方记得醒过来 刚刚生完的时候 宝宝就是一两个小时就要醒 所以心里防线有一点的 其实梦境也反映了 您的身体健康 更多精彩 进去关注 6月20日晚8点 36度期 未来看不出茉莉花几场 三个演员 二十一个角色 十九首好听的歌曲 浪漫爱情音乐剧 寻找初恋 6月6日起 登陆人民广场茉莉花剧场 今天很早哦 咖啡小心烫 满分早餐 满分早晨 天天超值 嘉义员升级冰炫咖啡 关键时刻不在状态 还好有脉动 脉动富含维生素群 让你关键一刻脉动回来 啊 要面试没去洗啊 用中华剑齿白 有国际专家选用的珍珠岩 是啊 四周美白 中华剑齿白 升级配方美白更健康 全新白蓝茶玉与深海金盐 酷热 出油 出汗 容易产生投屑 但我不怕 新清洋男士 含冰爽薄荷 人参 茶树精华 非凡静爽 有效曲械 静爽无懈到底 新清洋男士 全天静爽感受 无懈可击 联合立化 新婚三个月 霸悟后新娘离奇淹死 金像突朔迷离 我就是你 就是你 你早上就算你结婚结婚的 跟我结婚了我问你 跟你结婚 为什么 跟你结婚就是秘密了 我女儿交给你们的 好好交给你们的 秘密了 帮你 我们今天在电视台所说的话 现在才不在 85后新娘离奇淹死 谁才是凶手上级正在播出 欢迎继续回来 收看新老娘舅 如果您有什么事 需要我们帮助的话 也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我是一点半接到她电话的 一点半接到她电话以后 她说她在江边 然后我就听到那个船的声音和水的声音 我就马上另外一个手机拿出来 打我姐的电话 两个人就出去找了 然后当时也不打了110 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呢 也打了她电话 她跟我 那时候我在开车 不方便打电话 我姐打的 然后她跟我姐说什么 我女儿已经是嫁给你们了 出什么事 找你们上场 电话就啪一挂 直到早上七点多钟 我姐拿到手机以后 才接到她电话 然后她一开始 我说我只拿到她手机 没有见到人 你这个时候老婆跟你通了电话呀 对 那时候她是跟同事去吃宵夜 11点下班以后 吃完宵夜以后 她呢喝了两瓶啤酒 一瓶黄酒 打电话的时候呢 她就是已经 我在江边 我在江边 就一直这几句话 我说你在哪里江边 我来接你 她说我在江边 就一直这句话 那你去了没有 去了 去的时候她已经跳下去了 去的时候 不是 我以为她在江边 我们那边江边很长的吧 然后我就去了敏航那边 那个渡口和我们那个西渡那边 那个渡口找 找了以后呢 一边找一边都在打电话 而且那天晚上警察那些城管 也在一直和我们找 我们不会想到 他们就在公司旁边 那个小渡口那边去的 你当时怎么劝她的 我劝她 我说你回来 两个人好好谈谈 不离婚 就不离婚了 她就是说 也没说什么 就是我在江边 我在江边 就是一直这句话 我电话也一直没有挂 你电话一直没有挂 然后那难道你听到她跳的声音了吗 没有 不是听到跳的声音 我电话通了半个小时以后 她自己挂掉的 挂掉以后 我们一直打 然后就一直就一两分 她就接起来以后也不说话了 一两分钟 一两分钟 这样就是一直这样 我姐也一直在打 直到找到四点多钟的时候 没有找到她的 那几个联防队的 找了那么长时间 这边那个江边也找过了 你们西渡那边也找过了 实在是找不到 现在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就是说 电话里就听见呜呜呜呜的声音 没有人的声音了 后来到早上五点多钟的时候 我姐一直在轮流打 电话通了 有个男的接的 他说在发电厂旁边 那个渡口捡到的 然后我跟我姐 马上就赶过去了 一边赶过去 路上也打了110过去 我那时候 我自己去到派资所去的 我去找的 我那时候报案的 我看到个录像 一点三十三分 一个人 亮亮强强到了江边 到了江边以后 睡了一个多小时 在江边睡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再听电话 再接电话 是听时间 我搞不清楚 因为有亮光 然后再坐下来去 一点亮亮 亮亮不是最后这样下去 睡了一个多小时 那时候 一点多钟跟你通电话 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能找到他 为什么 他当天晚上跟同事在一起的 你可以通过这同事 同事告诉你 最后跟他封锁 在什么地方封锁 那时候就能走 封锁的地方和码头 只有五百米的距离 绝对能找到他 当初在干嘛 平时你老婆吃酒吧 平时喝的 酒量怎么样 酒量也就一瓶黄酒 他们讲吃了两瓶啤酒 一瓶黄酒 对 其实已经因为 已经到了快三点的时候 这个酒不一定是在 一个最浓的时候 很有可能说 他自己本身的心境也有问题 情绪也有问题 用酒交仇 仇更仇 双方分别描述了 当天自己所经历的情况 女儿究竟是自杀 还是不慎掉入水中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 当时喝了酒 跑到码头边的年轻女孩 心里一定有着万般苦楚 从刚才王先生的一番描述中 我们听得出 妻子离世前 的确正与丈夫闹离婚 这也是导致他心情抑郁的 重大努力 那么两个人才结婚不过三个月 怎么就会闹得要离婚呢 那么你那天 27号那天对你老婆提出离婚 是为什么呢 不是我提出来的 谁提出来的 她提出来要离婚的 不对 跟妈妈说到底谁提出来 派出所还说你要离婚 而且我这上面有很清楚的 你发给我女儿的信息 你贵你我贵我 上面很清楚 很清楚26号发的 对 我发的 你就是要离婚 我女儿在派出所 而且可以去调查 我女儿在派出所就说 我好好想好好过日子 我想好好过日子 就是这句话 哭着说的 我女儿哭着说的 一开始不是我说的 因为我当初也说过 我说两个人既然结婚了 千万别提离婚两个字 一旦提了 不管哪一方提了离婚两个字 以后吵架的时候 提离婚是很平常的 丈夫表示 自己并没有主动提离婚 倒是妻子一直在提 而此时 丈母娘把女儿手机中的短信 翻给主持人和老娘就看 那么这些短信是什么内容呢 能否证实究竟是谁先提的离婚呢 我现在念给大家几个短信 在3月18号 老婆发了个短消息给她 下了班 能不能过来接我 我实在走不动 3月18号 老公是怎么回她的 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发信息和打电话 从你昨晚把结婚证撕掉的那刻起 我已经做好了决定 不管你同意 同不同意离婚 从那刻起 你是你 我是我 那从 我们也不要去辩论 谁提出离婚 谁没有提出离婚 但是从他们两个人 这两条短信来看 这个男的态度要比女的要硬 因为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对吧 从那刻起 因为昨天老婆把结婚证撕掉了嘛 就你是你 我是我 这个27号 27号发的短消息 我死在外边 你就满意了 放心 过了明天 你就解脱了 这是3月27号 女儿是哪一天死的 3月28号凌晨 从短信的内容我们发现 妻子在离开人世前一天 曾发过短信给丈夫 暗示可能会做出极端行为 但是丈夫并未引起重视 而此时 我们的一位观众老娘就踢不下去了 你作为一个丈夫 你最起码一点责任都没有进到 毕竟一个人没有了 你想过吧 人有时候要默默良心的 作为你男人说起来 你要这个家要你挑出来的 这档婚姻 不管怎么你们再怎么 刚刚三个月就把一个人 都没有了 这个你想过吧 很多事情 作为一个男人 你晚上你睡得到觉吧 我想你肯定睡不着觉的 确实 丈夫王先生在这点上 难辞其咎 但夫妻俩结婚不过三个月 怎么会闹到妻子 要以死相逼的地步呢 夫妻间究竟发生过 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一瓶养瓶三瓶 这是谁家的宝 在帮妈妈买东西啊 你怎么帮倒门 怎么拿这么多瓶啊 买这些就是喜笑福的 你怎么就买一瓶啊 一瓶就够了 不可能啊 不信你试试 走 那也闻起来还不错 先涂一下 才搓几下儿去 油就下去了 这喜得还真挺干净的 什么意思 喜得干净 捷径就一步 太自 电压这一瓶 抱洁 爸爸叫饭 你也有饭哦 麦当劳 绝请妈妈开饭 有饭一起亮出来 麦当劳 月亮了 全新历史水样 清爽沐浴乳 蕴含甘乙百合 及脆爽清瓶 赶走夏日热浪 肌肤 清爽绽放 水样 清爽体验 尽在点滴力士 全新力士爽肤系列 更有全新金果脆爽沐浴乳 限量版新上市 今天很早哦 咖啡小心烫 满分早餐 满分早晨 天天超值 嘉义员升级冰炫咖啡 牙膏管底 有黑色线条的 就不能买吗 隔夜菜吃了 真的容易致癌吗 护上滑稽戏黄金搭档 毛孟达 陈国庆 同台竞猜 敬请关注 大型民生娱乐竞猜节目 是谣言吗 为了看不出茉莉花剧场 三个演员 二十一个角色 十九首好听的歌曲 浪漫爱情音乐剧 寻找初恋 六月六日起 登陆人民广场茉莉花剧场 你给我阳光 两百千阳光 两百千阳光 健康都给你 美之园国立城 喝得到的阳光健康 全新历史 含纳米胶原蛋白 深层滋养 修护发心空洞 水润光芒 记忆绽放 闪亮原色历史 两块考赤 好了 嗯 都给我一份 不会是 别想太多 是肯德基送的 新老娘考赤 买一送一了 等你来 镜像实惠 新老娘就作为全国首当调解类栏目 这里有直指人心的调解 哪个东西 你觉得国家的影分是啥学的吧 枪毙 精心动魂 精心动魄的情节 最原生状态的真人真事 签署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实际上你们结婚证是哪一年打的 去年12月12日 12月12号日子是很好 12月12号打的结婚证 3月28号就 没了 阴阳两个天 106天 106天 你跟我说实话 嗯 造成这样的后果 原因在哪里 我承认 原因我也有 你什么原因 我就是不肯把钱给他 然后两个人一直在吵架 我就问你 17号那天晚上 他把结婚证死了 对 是怎么回事 因为那天晚上他又问我要钱 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在电视台所说的话 天在看人在做 我现在问你 就那天吵架 他怎么会把结婚证死了 就是结婚以后 就十几天二十几天的时候 他就开始问我要工资卡 我说咱俩现在结婚 外面借了四万多块钱 四万 这四万多块钱为什么 就是结婚的时候没钱嘛 他要买衣服 买戒指 送彩礼 这些钱我都是借出来的 然后就是说 我说我把钱还清了 我会把这个卡给你了 反正两个人上班 也就是说 一直是一起进来 一起出去的 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的 所以他说不行 我妈说了 你不把卡给我 咱俩就离婚 丈夫称 与妻子婚姻关系出现裂痕 完全是丈母娘一手造成的 要不是她一直逼着女儿 问自己讨工资卡 夫妻俩根本不会吵架 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婚前的时候 我女儿为什么 跟她谈恋的时候 没告诉我 决定跟她结婚才告诉我的 我那时候跟我女儿说 我说你要找一个人 起码有个家 有个窝 有份稳定的工作 哪怕大个年纪 大一点都没有关系 没有家 我想你考虑一下 那时候跟她 我开始是不同意的呀 我女儿跟她决定以后 才告诉我的 我女儿就问了我这句话 妈妈你希望你幸福吗 我想当然希望你幸福 你是看中钱呢 还是看中人呢 看中女儿幸福呢 我想当然女儿幸福 那就我现在找个男朋友 什么都没有的 而且她是离婚两次的 那时候跟我女儿谈恋的时候 她还跟她爹 认妻子还在一起同居的 看来丈母娘从一开始 就不同意这门婚事 原因很简单 这位王先生不止离婚两次 而且在与女儿谈婚论嫁的时候 她与前一任妻子同居着 是的 但是她女儿都知道 因为当初她进公司的时候 我们本来也是不认识的嘛 进公司的时候 一开始大家都不认识 后来我食堂里吃饭的时候 一直是一个人做的 后来她就跑过来 跟我 知道我也是聪明人以后嘛 她就跑过来 跟我坐在一起 我说今天你怎么不跟他们取得了 她说我知道你是聪明人嘛 想跟你多谈谈 多聊聊 那个时候你离婚了吗 离婚了 你是两档婚姻啊 对 第一档婚姻怎么回事 第一档婚姻就是说 那时候呢年纪轻 一开始呢家里穷嘛 反正结婚以后嘛 在这边找了工作 找了工作以后呢 我这个人习惯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啊 喜欢喝点饮料 喝点饮料呢 然后我第一段婚姻 他们家里面的公司 他们丈母娘和岳父家里 单位里呢 平时也发点那种饮料 他们呢就是说 这些饮料呢 放在逢年过节啊 什么之后喝的 但是我这个人呢 就是喜欢喝这种东西 所以呢为了喝这个东西呢 他们跟我闹得不愉快 就为这个世界离婚 对 太简单了 是啊 然后就说那时候 一直开始炒嘛 炒了以后嘛 我就晚上出去 那些在网吧里面啊 过夜啊 然后他们就说 你既然不回来了嘛 离婚就算了 第二段婚姻呢 第二段婚姻嘛 那时候他父亲这个人呢 就是说很固执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住在一起的 住了半年 住了半年时间呢 他父亲和他女儿之间呢 也经常吵架 那时候呢 我第二段婚姻 那个老婆呢 就是把工资卡 交给他父亲的 然后家里的开销 水电煤都是我来的 他父亲还是不开心 要我的工资卡 也要交给他 所以弄到最后 离婚的 就到最后 你也没有把工资卡 交给你第二任妻子 是吧 我交给我第二任妻子的 就是他要我 我第二任老丈人 就是说 要我妻子 把我的工资卡 也放在他的手里 我们要花钱 放到老丈人手里 对 我们要花钱的时候 就是到他手里面 去拿钱 所以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然后你们又离婚了 对 然后就一二年 就认识了他的女儿 对对对 那个时候 你还跟你的第二任妻子 离婚以后还在同居吗 对 为什么你们离婚以后还同居 因为我们两个人 没有产生什么矛盾 只是跟他父亲之间有矛盾 所以一有矛盾就离婚 因为当时离婚 也是为了小孩 因为我们两个人 都是靠打工来过日子的 他父亲就 女方有个小孩 对 女方也是在婚的 对 然后就是他 他那个父亲跟我们说 你们两个人不离婚 小孩他们不带 因为我们早上八点半 到晚上五点一刻下班 没办法带小孩 送小孩上学 所以说只能说 做给他看离婚 好 那你是形式上离了婚 说明你跟第二任妻子 还是有感情的 对 这种情况下 你遇到了你的第三任妻子 那么这个时候 至少我们不讲 这肯定不算出轨了 就是在婚姻 不算婚姻里的出轨 但是他至少算你在 一段感情当中 不忠诚吧 对 是不是 因为你还在一段 关系当中吗 王先生承认 虽与前妻离婚 但感情还是很 甚至还住在一起 在此情况下 王先生又和 马女士的女儿好上了 这分明是在感情上 脚踏两船 难怪丈母娘会 打一开始就反对 这门亲事 而如此混乱的一段感情 是否也是造成 亲口对公自杀的原因呢 明晚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85后新娘离奇淹死 谁才是凶手 下集